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在1967年在高雄大树一个偏僻人口稀少的地方开创了佛光山 如今他的弟子满天下 同时大师也促成了每年的母亲节 就是国定的佛誕节这样的习俗 在台湾已经延续多年 大师生平跟慈祭也有着深厚的因缘 在1983年慈祭医院在花莲的第一次动土典礼 新云大师就曾经亲自立临主持了撒净仪式 当天因为下着毛毛细雨 大师还曾经说 这就像是天降甘露水来撒净一般 同时他也期待这个伐水能够带着慈祭成长 更期待全球的佛弟子 也要像伐水甘露一般的点点滴滴的捐回到慈祭医院 因为一旦慈祭医院的众生能够远离病苦 也是饶溢着我们的心灵甘全 同时大师在当年的9月份的时候 也曾再次的到访近似经社 由当时上人与慈祭志工林碧玉师姐 共同向慈云大师说明了慈祭医院的蓝图与愿景 还有悲心愿力 深获大师的认同 来到2002年的时候 佛陀的佛指设立来台巡回 大师也再次的来到花莲 以及很多的佛光会的长老 以及珠山长老等等 由上人亲自接待 同时慈云大师参访了慈祭的四大置业 包含了慈祭医院还有花莲的慈祭大学 当时正有慈祭的四大置业博览会 大师也曾经亲自走访立丁 由上人亲自的为大师导读 一路走来 慈云大师对慈祭四大置业的发展 多所勉励和祝福 同时大师也了悟自己的生死 一切都是自然法则 他在85岁的时候就写下了遗嘱 交代他的弟子后世从简 不要繁文入节 大师的一生直到最后一刻 都为人世间留下了慈悲良好的典范 他把生老病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 叫做老病死生 意思是说人死了以后 他还会生 生了以后他又会死 生生不息 循环不移 那么慈云大师他还告诉我们 将来呢 来世他还要做一个和尚 也就是说在生死轮回当中 他是自由自在 没有任何挂碍 欣云大师来去街子在 是佛教典范 2002年佛指设立来台 1983年花林寺院第一次动土 及往年御佛大典 都有佛光山僧团支持 我记得三十多年前呢 正月发誓才有个小小的一个叫做 静世静衰 我曾来过 我来这里葡萄 想不到三十多年后啊 这个刺激的事业 这不是在华林 这一个地方而已 他平民在全世界 上人调念星云大师燕文 深信大师的智慧佛光 将长命不灭 照耀于当代与后世 为世间带来光明 为迷茫众生指引方向 度化人心 蓄佛会命 慈敬志工到场致疫 现任住持新保法师 护道感恩 星云大师 常年受到糖尿病 高血压所苦 却不以为苦 仍坚持每天 在社群媒体发文 他说啊 我没有病 他说我只是活动 比较不方便而已 他说呢 我的内心里面是自由自在 我很欢喜 我是与病为友 那么他常常还告诉我们 或是告诉信徒 他说我要用生命 祝福每一个人 愿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幸福快乐 平安健康 我想这个就是星云大师 他面对病苦的时候 他内心的一个写照 星云大师最后嘱咐 他说我一生不曾使用办公桌 我的所有一切都是大众的 都是佛光山的 将此身心奉给佛教 做一个随缘的人生 我一生 人家都以为我聚众有方 事实上 我的内心非常孤寂 我只希望 大家在佛教里 各有所归 大师风范 传承人生智慧 要让推动的人间佛教 与大众共存 大师一生的风范 也是佛法当中所说的 星包太虚 两周杀戒 回顾他一生 来台弘法超过五十年的时间 在佛光山创办了五大置业 包含了教育 文化 艺术 还有修持 以及道场等等 在教育方面 佛光山创办了中小学 还有佛学院 在著作方面 大师本身就有395本的著作 还有媒体弘法 包含了人间 卫视 电视台等等 另外在慈善方面 开辟了人爱之家 照顾长者 以及育幼院 照顾幼童 而在修持方面 则定期有讲座 宣扬佛法等等的 现在在全球五大洲 有超过200个道场 都在推广佛法在人间 大师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告诉他的弟子 他要诚愿再来 生生世世 寻回在人间 而且发愿 来生还要再做一个 能够弘法立生的和尚 那么大师生平所推唱的 人间佛法 现在也已开之散业 看到了结果 在接下来第二则报道 我们要带您回顾 大师不平凡的这一生 千金一诺上七霞 国门原来是吴家 因缘从此已决定 城中木骨 半家沙 1927年 大陆江苏出生的 星云大师 十二岁那年 烽火四起的年代 他随口答应 七霞山枝刻诗的文化 造就85年鸿法岁月 明南佛学院里 那些都有成就的方式 后来都是我的老师 1945年 我参加中国佛教会 会舞人员训练版的讲信 大师二十三岁 即渡海来台 为佛教弘法 四十一年 我在行着 有一个台湾副教讲信会 行使我做教务主任 我们就一直很努力 希望应孙道士到台湾 后来整不负我们所望 他也到了台湾 做了圣道士的祝辞 1967年 大师于高雄创建佛光山 为推动人间佛教 在全球创建三百多所寺院 十六所佛教学院 深根教育 传播 设立佛光卫星电视台 与人间福报 三好运动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即是他为清静人心所推动 大师已著作 禅世佛法深意 一笔字书写慈悲智慧 即便疾病缠身 晚年轮椅待步 依然为缠扬佛法 竭尽所能 我想我从出家以来 没有第二个年 就是为了佛教 就弘扬佛教 你什么功名富贵 我又不叫他重要 佛教重要 佛光山开山五十年时 出版《星云大师全集》 收入往事百语 等共三百六十五册 记录着一生 弘法的行佛历程 而大师入力 将佛教国际版图 大幅拓展 对全球佛教贡献卓著著 慈悲的身影 是人间佛教的行者 更是充满智慧的大和尚 为世人留下通往菩萨道的 一盏明灯 感恩大师奉献 此季基金会也以遵从与悼念为主题 追忆大师风范 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现场 我喜欢你的 与世无争 我爱你的 吕一昂然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我会给你最坚强的依静 我坦诚相见 如果冰原融化了 如果海平面上升了 母亲地球的容颜 是否慈爱已久 我是竖琴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十三天 还不会游泳与迷食 因为海冰变得又薄又碎 他们坠入海中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十一个半月的孩子啊 气候难民 下一个会是你我吗 这幅达威西的话 世人充满揣向 这段达威西的话 世人是否有感 他说 人的确是禽兽之王 他的残暴胜于所有的动物 我们总在生死关头 希望众人集气 给我们勇气与祝福 但是 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 谁来为他们集气 积极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关心这一起震撼国际的地震消息 发生在台湾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 是土耳其时间的半夜4点多钟 在土耳其跟叙利亚交界的地方 发生了规模7.8的极浅层地震 是当地这一整个世纪以来最强悍的地震 目前为止 两个国家都有伤亡消息传出 罹难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之谱 现在整个搜救行动都在抢风雪跟低温当中进行 搜救工作并不容易 因为当地的天候不好 而且气温实在是太低了 很多人受困在瓦砾堆中 就怕失温 可能也会造成生命的威胁 此外呢 台湾的搜救队也已经证实 今天晚间会有一支40个人的队伍 携带搜救器材还有搜救犬 晚间搭乘土耳其航空出发 会直接抵达当地投入搜救任务 民众一涌而上 徒手扳开往例 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地区 6号当地凌晨4点多发生规模7.8强震 之后又陆续有多起余震 全部都是几千层 规模7.8是当地一个世纪来最强业地震 天然气管线硬生破裂 引发大火 地牛一路往北翻身 更是造成东部到中部省份 建筑倒塌平船 天亮之后地震造成的破坏更加一览无理 救难人员持续跟时间赛跑 无奈的是部分灾区下起雨 甚至降下大雪 充满搜救进度 当局预计地址活动将持续活跃 发布第四级地震警戒 并请求国际援助 亚赛拜然和欧盟的团队都已经启程 镜头转到已经饱受动荡 缺粮破乱等多重危机所苦的叙利亚 来不及长大的孩子 只能先用毯子包覆 不过也有小小孩 展现生命的韧性与奇迹 截至台湾时间6号晚间6点半 一系列地震造成土耳其 叙利亚两国超过1000人罹难 预计随着时间流逝 数字还会继续攀高 大爱新闻球款编译 镜头回到台湾 关心孩子的成长议题 绝大多数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长高长胖 但小心过高或者过胖 可能都是一种生长发育的不平衡 今天的封面故事 小叮当世代要带您看 我们的下一代孩童 似乎都有着长不高 以及长太胖的问题 有一个关键原因是青春期 提早报到了 10岁的小女孩就有了第二性征 而且她一年内长高了9公分之多 医生提醒 这绝对不是好现象 张小妹在10岁时胸部突起 就医检查发现性早熟 同时古龄超前 不治疗的话 就是可能她大概半年后 可能经期就会来了 她原本是165 后来在一年前重新验的时候 那时候的预估身高大概是156 预期身高大幅缩减 经期也可能提前报到 评估后一时建议使用药物治疗 另一位10岁的陈小妹 身高高于童年龄平均值10公分 也因为胸部提早发育就医 意外发现一年内长高太多 也是警讯 一年大概9公分 速度太快 反而会吃掉她以后 最终身高的预期 以后就长不高 妈妈就是4 5 以前4 5年级的时候 就长到158了 所以后来就不再长 就是如果怕太早开始长 就过了之后就不再长了 我们担心的是这个 由于她的古龄超前在1岁以内 西医评估后转由中医师条理 并持续追踪 因为饮食肥胖 与环境荷尔蒙的影响 导致于儿童性早熟的人数增加 因是建议可以从身高与皮肤的状况来评估 女生8岁之前 男生9岁之前 其实正常一年的生长的公分数 就是4到6公分 他一年就长超过6公分的话 这个也强烈建议会需要到临床 找医师去做评估 所以男生如果还不足10岁 家长就有观察到 脸部有一些粉刺痘痘或者胡子 这个也很高风险 他已经是性早熟的状况 除了把握生长黄金期 当有一律时 建议让专业的一时评估 不要自行使用方间转股偏方 避免转股不成 反而加速 生长百密合 大约新闻 郭嘉旭台北报道 那么至于台湾的孩子 为什么性早熟呢 环境荷尔蒙 过当的饮食 甚至是疫情的到来 都是影响的关键 人生第一个十年 正是尽情享受奔跑的年纪 身体却不太对劲 原来是青春期 提早朝门 我的同学 有些都是四年级 五年级就开始发育 他们就会说 上课想要去厕所 因为突然月经就来红 有些男生或者是 还没有来的人会有点震惊 三到四年级 有时候都会无意间的听到 有些人在议论说 女生呢 怎么来大姨妈来生理期间 这不是个案 是现今社会下的趋势 近几年临床上 为此来求诊的孩童 增加三成左右 尤其是女生的部分 七到八岁中间的小朋友 有性症出现 胸部发育的状况是比较多 也许可能就是女生的 中速生经的性性荷蒙 比较容易被驱动有关系 其实男生也有增加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是 去吃过一些 转骨头方啊什么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要特别小心 根据健保署统计 近几年十岁以下 被诊断为青春期 早熟的就医人数 迅速攀高 尤其疫情之后 打破二字头 2021年将近两万六千人 较四年前增加快一倍 而去年光是上半年 更直接超越2017年一整年人数 专家推估除了塑化剂等环境荷尔蒙增多 防疫生活待在家 多吃少动 过度使用3C 以及心理压力大 也都是提早启动性荷尔蒙的可能因子 国外有些文献是说 蓝光接触的比较多 会引起吞飞激素的减少 因为它本身其实是一个抑制 新鲜荷尔蒙活化的一个物质 所以如果说吞飞激素比较少的话 那它的重速成精荷尔蒙 就会容易启动 造成说容易提早发育 脂肪细胞可以把你的一些荷尔蒙 转换成女性荷尔蒙 那女性荷尔蒙容易 刺激我们的骨头的发育 观察身体判断发育了没 正常来说 女生8岁 男生9岁 就会慢慢有变化 但初期通常不太明显 把骨头捏起来 如果说它大小到黄色 代表说开始已经发育了 要小心 女生就是一开始乳房开始 父母有时候都很难观察到 那所以说你要不然就注意一件事 还没有发育前 长后数是一年是4到6公分 4到6公分 那突然你家小孩子 如果今年一年长了8公分 好就是超过6公分以上 你就要小心 早收除了影响升高 目前没有研究发现 会导致其他不良发展 而整个发育期长达6到7年 如果孩子身体外观显著迅速变化 还是要及早就医 才能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大海新闻 林依廷登印中 叶仪林李建宽台北报道 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 独立短短12年的时间 但是长年的内战 让这个国家的百姓普遍贫穷 尤其是女性的地位相当低落 在南苏丹 女性能够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 到了18岁之后 有一半的妇女都在自怨 或者非自怨的情况之下嫁人了 在教宗方济各这第五次的非洲 牧林之旅就来到了南苏丹 他呼吁当局政府 能够重视女性的权益 天主教宗方济各5号 结束非洲的访问行程 他最后为南苏丹祈福 并特别呼吁各界关注 当地女权低落的情形 事实上因同样习风俗普遍 南苏丹有一成的15岁少女已婚 18岁女性的已婚比例更突破5成 女性的受教权不被重视 很多人没机会上中学 教宗和国际NGO 希望改善南苏丹女性的人权处境 教宗以19世纪黑奴出身的苏丹修女 慎若色分为例 鼓励女性抱持希望 生命不是只有早早步入家庭一途 只要勇于推动改革 终有突破枷锁的一天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 才过完一个年 他们就忙碌了起来 因为过年期间 大家丢出来的资源回收物特别多 只不过在天津这个地方 想要做环保 得要克服种种的天后因素 我们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看他们的街头修行之路 怀抱的是什么样的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 我是浦花鱼 我需要干净的水源 喜欢在激流岸石处蹦跳 人们用心步入河川 与万物共享着一弯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给鱼儿一条清净的河流 我是陈伯正 因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吧 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 我从小就钓鱼 钓了一辈子 那在那边钓钓钓 又钓到了 那一条鱼西里头的九斑 它是这样 这样挣扎的 忽然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一条鱼的痛苦 怨恨 挣扎 无奈 那种痛 深深的痛 好复杂 全部跑到我这里来 拉起来之后 跟他说对不起 赶快放走 你看今天钓的鱼 不好意思 倒掉了 回家晚餐 有鱼 筷子停在空中 夹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 算了 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 竟然开始能够感受 互相善待之后 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 广结善缘 欢迎回到现场 关心天气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 利比秀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是星期一 气象局是以多变化来形容 这个星期的天气 我们先来看地面天气图 那么今天上午因为这个封面正在通过台湾 所以除了南部之外 各地都有明显的雨势 但是在中午过后 这个封面的影响减弱 降雨也缓和向来 就转为北部东半部 有地形性的降雨为主 那么在这个图上 现在所显示的 是星期四晚上的预测 到时候有一个封面会再度的接近 所以周五周六就会再转为有雨的天气 那么也因为封面的影响呢 今天台湾北部海面 它的风向转变是相当明显 从原本的偏南风转为偏北风 而在明天呢 东北季风会逐渐的增强 所以到时候会使得北部东半部 还有马祖 有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道勤 而我们就从温度的曲线上头来看 星期二星期三呢 东北季风会增强 到时候呢 北台湾的高温大约是19 21度 不过夜晚清晨大约只有15 16度哦 那么中南部以及东部地区的高温 大约会来到24到26度 夜晚清晨会落到18到20度 早晚偏凉 温差也比较大 因此南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朋友 要更注意温度的变化 那么到了星期四呢 东北季风稍微的减弱 会是这个星期天气最好的一天 生活follow me 小丁宁要来告诉您 那么这个星期天气呢 寒暖交替 气温的变化可以说是比较剧烈的 那么北部朋友要维持保暖的行动 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还有东部呢 日夜温差感受是比较大的 所以衣物的穿搭会需要做调整 而明后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迎风面地区会有短暂雨 北部东半部的朋友出门要记得带伞 其他地区是多云倒勤 而明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 容易起雾或者是低云 所以行车用路要留意能见度的变化 小心慢行 另外呢气象局也回顾了 一月份的累积雨量 中南部只有零星的降雨雨量偏少 所以我们呢 有水当思无水之时 彼此要提醒节约用水 接着提供给您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今天带您看2月6号对台湾而言是个伤痛的日子 分别在2016年还有2018年发生了两次地震 2018年2月6号空晴黑鹰直勤失事 编号706黑鹰直升机 从蓝宇飞往台东 要后送肺炎病患到本岛治疗 起飞三分钟就在雷达上消失 机上6人 顺死胃部 台东慈禁人动员关怀 供应热食餐点 安抚家属情绪 喝一杯暖黄味 一样暖暖心 隔日寻货黑盒子讯号 确定坠海失事 空晴特搜队为王者引领追思 志工依旧守护在旁 我是队长 现在转达 你们任务已完成 请尽速返航与家人团聚 2018年2月6号 花莲强镇饭店倒塌 不要紧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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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黑鹰失事同一晚 深夜11点50分 花莲近海发生瑞士规模6.2 极浅沉地震 造成孔赛大饭店 云门催提大楼 等多出建物 坍塌毁损 妈妈呢 爸爸 妈妈呢 楼上 妈妈还在楼上 妈妈现在在躺 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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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等断写下了 各地救难人员齐聚花莲抢救 上百位患者紧急送医 有超过一百多位 这些医师 护理 医疾的同仁 都已经启动大量伤犯 所有的减伤分类 7号凌晨 此季成立防灾协调中心 现场设置服务站 提供服惠床 毛毯和热姜汤 姜 呀 OK 暖暖先 然后天气很冷 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掉毛毯 希望先给大家预寒 然后之后呢 就金舍师傅有把粥 跟姜汤也背过来 天一量 安置所在民 所需要的生活物资 都已送达 来 袜子在这边 感冒没有什么袜子要吃 也针对这个两栋大楼 房屋全岛的这些住户 开始提供生活慰问金 我们透过里长 来联络到我们这里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深入地去跟他互动 10号展开安心家访 连续两天走访1200多户 谢谢 谢谢 关怀行动持续进行到3月1号 19天以来 每天动员近3000人 包含夜间食堂 提供热食16000多份 两年前的同一天 也因地牛大翻身 台南围观大楼挤压坍塌 两百多户受困 黄金72小时救难人员全力抢救 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继父 到现在都还没出来 讯息是都没有资讯了 就只能等而已 当时正值小年夜 除夕团圆饭难下宴 各界爱心涌入灾区 医护人员放下春节假期 义务来支援 今天早上六点半就听到 师兄的一个讯息 我们就马上过来 这边来 谢谢 赐济立即动员 为受灾户发放祝福金 同时设立服务中心 出动行动厨房 供应现场人员所需 祈祷每一次的搜救 都能有好消息传出 你们加油 我们已经生死乐兵了 我要呼叫我能救出 11日天宫庙广场 举办安心祈福会 六百多人参与 天地悲泣 我真的看得我们也很心酸 大家都比自己的家人一样 被我们也 大家所有人都用尽 所有的力量要来抢中 但是遗憾还是留着很多 13日巡获最后一位 离难者一体 搜救任务结束 回贯大楼确定死亡人数 一百一十五人 曾经关怀也从劫难救助 转为中长期援助 零下三度的天津街头 他们为了什么事情聚集在一起 还有人搭了两个小时的公车 专程来相聚 摄氏零下三度 加上大风狂吹 体感温度更低了 但在天津 却有一群环保志工 忍受着低温 迫不及待要做回收 您打车来的 我可不打车 我带屋子来了 我又不带屋子 我都不打车 挺沉的 因为春节假期 资源回收商没有营业 导致堆放在会所前的回收物暴增 志工担心影响社区周边的环境卫生 因此赶紧号召志工来整理 您到这儿需要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那您怎么来的 我坐公交区 今天还挺冷的 但是我就觉得反正是 哎呀 就是往次进来 就冷啊 不管什么样 反正我心里也高兴 医院来就是 大家也都是憋着这个劲儿呢 从年前停了 到现在憋着 一腰腰 大家都特别愿意来 有很多这种社区志工 今天回来很多 都是很远的 目前整个天津市 有五处环保点 除了会所的这个点已经开工 另一处在欧峰家园的环保点 社区民众也跟着志工做得起劲 孩子现在太缺手这一方面了 正好在这儿有那么一个机会 觉得这种机会是特别难得的 知道了这些垃圾对地球的环境 有多这么大的危险 表面是玻璃 所以双皂眼是铁 我们要给它盛裁掉 这样来讲做到这个分类的精细化 志工不仅做环保 还分类得很仔细 只期望每一样回收物 都能得到最妥善的安置 大约新闻 这是比志工过金宝 天津报道 再来看这个超可爱的生物 它的学名叫做墨西哥盾口猿 有着一张非常天真的娃娃脸 殊不知 它可是濒临灭绝的动物 现在人工圈养的数量 已经比野外还要多 蒙蒙望向镜头 保持静止不动 俗称六角恐龙的墨西哥盾口猿 最近成为首都动物园 欢请创源百年的超夯吉祥物 怎么也不会变老 能一直保持童颜的墨西哥特有种 其实因漆地遭受破坏 已被列为极为物种 虽是两棲动物 以头上有六根腮闻名 但墨西哥盾口猿到了成年期 还是延续诱态 没有历经变态过程 科学家指出这种罕见现象 是因为缺乏甲状腺荷尔蒙所致 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让它们进入了一个产品 美积类的产品 尤其是它们的产品 除此之外 墨西哥盾口猿 还有超强的器官再生能力 重新长手长脚不稀奇 就连大脑和心脏也能砍掉重炼 成为科学家的研究重点 大爱新闻 吴贵真编译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是陈朱祺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